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尔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讲师,威哥 家中在游,不如威哥在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33讲了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冒泡排序算法 这个算法未来在我们实际用当中用的比较多 那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 在面试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面试题 面试也蛮好 对,经常会考这个题 所以大家对冒泡排序的原理一定要理解 如何去实现也要去掌握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首先我们会为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冒泡排序算法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叫冒泡 好,第二个是冒泡算法是如何去用代码来实现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示例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一起来分析一下冒泡排序这个算法是什么样子的 冒泡排序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一组不规则或者说没有顺序的无序的一组数列当中 一组数列,比如说一个十二十五十三七这样一组数列是吧 好,是顺序之乱的 那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排序把它排列成 从小到大或者说是从大到小有序的一组数列 这我们要通过这个算法一起实现 好,OK,好 那么在这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大家看到的是美女 往外奔,还要淡定,淡定,小白,一定要淡定 好,默默而再无回忆粉丝 但是我屌丝终于逆袭日啊,我淡定 你今天逆袭了是吧 OK,好,这是我们这个一个美女的 人气指数排阳榜,是吧 好,这个短短的十分钟啊 这个美女的这个指数啊 这个不断往上飙升了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七八百最高的了 是吧,这个这样一个指数 好,那么这现在这个指数呢是乱了是吧 顺序啊,就各大家的这个排名是 是无序的,是不同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程序 把我们这个美女的这个人气指数啊 做一个从高到低的这样一个排行 或者是从低到高都是可以的 嗯,好吧,或者我们就从低到高吧 好吧,最高的排最后一倍 嗯,哎,做这样一个把它排列出来 好,我们如何去实现 好吧,好,OK,我们现在切换到我们这个 呃,代码里面来啊 我们创建一个第三十三奖 这个啊,呃,冒泡排序啊,这样一个类 嗯,打开 好,在这儿呢,我刚才把我们这个啊 美女的人气指数啊都先啊 按照我们刚才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这个顺序啊 好,对吧,这是五位美女,对吧 嗯,五位美女的这个这个人气指数 好,那么这么一组数列 首先啊,那我们要排序它 对,哎,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什么呀 数组,数组,对吧 哎,定义一个数组 比如说,是,啊,是个数组 OK,那我们这个数组里面的数呢 就是什么呀 什么这一组数列啊 是,这一组数列,人气指数了 我们把它啊,考过来 好,OK,这是我们的数列啊 今天定义好了 那我们这个冒泡排序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啊 呃,是两两相邻的两位 两个数,嗯,进行比较 嗯,进行比较 如果啊,我们是按从 呃,从小到大排吧 对吧,如果两个数相比 小的数 啊,小的数排前面 哦,如果前面这个数比后面那个数要大 那么它俩呢,交换位置 哦,对吧,交换位置 然后紧接着呢,再比较下一个 哦,对吧,下一个 在两相邻的两个相比 对吧,如果这个 小的排前面,大的排后面 交换位置,对吧 如果是,呃,小的本来就在前面 大了本来就在后面,就不需要交换了 嗯,对吧,这个意思 好,再两两相比 最后再两两相比,嗯,对吧 也就是说,两i的两个呢,分别去进行比较 大的 在右边 这个,这个小的在左边 嗯,对吧 那这样一轮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能得到什么呀 最,我们能得到一个最大的 最大值了,是吧 就在最右边的这个值,就是最大值 对,对吧 嗯,那其他值可能还是乱的 对,是吧,还是乱的 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冒泡呢 就是,他俩比较以后,他俩是不是要交换位置啊 是,交换位置是不是要掉个个儿 嗯,哎,掉个儿这个,这个动作 好比是我们这个,开水这个冒了一个泡 嗯,冒,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形象啊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名字取成冒泡 对吧,所以我们第一轮 比较完以后,这个数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把它先列一下,好吧 嗯,750,是吧 705,哎,705,哎,705,这个 然后是680,这个是 826,826应该比680要大,是吧 对,680要大,所以比他放在他的后边 680,680呢 826又比654还要大,是吧 所以654还在这里 然后呢,在696,是吧 696,然后最后呢是 826,826,也就是说,哎,这两个比较 他俩不需要调换位置,是吧 对,然后他俩比较,他俩就要调换位置了 调换位置是否把680放在这个位置啊 对,686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826应该在这儿吧 对,826又跟654相比,是吧 所以654又比他小,所以654又排这儿,是吧 排这儿,OK 然后呢,这个826又跟这个696进行比较 是吧,696都比他小 所以说696呢,要排在这个前面 然后826就排最后去了 对,对吧 好,这一轮比完了以后 是不是能得到了这个最大数啊 最大的,最大数就得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前面四个数是吧 还是这个乱的 还是要再继续比较,是吧 对,继续比较,OK 第二轮,第二轮,第二轮是680 好,750跟680来比,是吧 所以就是680,是吧 680,然后750 654,750跟654比 所以654排前面,是吧 对,654,OK 696,然后696跟750比,是吧 对,然后就是696,OK 然后这里是7005,对吧 7505,OK 那这个86呢就不需要再比了,是吧 就不用比了,最大数了 就直接写上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二轮比较完 就是,呃 是不是第二大的数能够求出来啊 嗯 第二大数就已经求出来了,是吧 对,OK 然后再继续下一轮 下一轮就只要比小 这三个数就可以了,是吧 对,这三个数就可以了 好,680跟654 654在下面 对吧,OK 然后680,680跟696 680要小是吧 对,680,OK 然后就是696 对吧,696 然后这边是 就不用改了,是吧 对,这705跟这个什么 826 OK,这是第几轮啊 第三轮是吧 第三轮 那原则上呢 还需要再比较一轮是吧 对 再比较一轮 因为他俩的位置 可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可能是这个不确定的 所以他俩呢 最后还得再比较一次 比较一次就是 650比680要小吧 对 所以是654 还前面 然后呢 680 还前面 后面的就一次 是这个696 然后是705 对吧 然后是826 对吧 826 OK 是这样的 排列出来了 最终得到结果就是 这个结果 对 是吧 我们通过这样分解 然后去手动的把它算出来 是不是这样算 所以我们从这个计算方式来 从这个原理来来看 我们看一下 需要比较多少次 4次 比较4轮 4轮是吧 4轮每一轮还要再比较不同的次数 是吗 对 一共比较几轮啊 4轮 这是原始数据是吧 那就是1轮2轮3轮4轮是吧 对 OK 比较的话比较4轮 4轮就是几个数比较4轮 是5个数 5个数就比较4轮 是吧 如果是6个数就比较5轮 是吧 就是是不是长度减1轮啊 对吧 因为两两相比嘛 对 刚好就是减1轮 OK 好 然后每一轮里面比的次数 是不是一次一直在减少 是 比较第一轮比较多少次 5个数就比较4次 4次是吧 对 一次 对吧 两次 三次 4次 最后得到对加数 所以第一轮比较4次 对吧 第二轮呢 比较 4个数比较3次 4个数 就比较3次就可以了 是吧 也就是4 3 2 1 对吧 4 3 2 1 这样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实现这个冒泡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空过几个 一个控制的轮速 一个控制 次数 每轮的次数 所以是不是要用两个循环啊 对不对 所以说冒泡排序一定要用两个循环才能去实现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先做一个这样一个分解 OK 分解 然后后面呢 我们再去实现上 好 好吧 好 那这次呢 我们的对这个冒泡算法的原理 做一个这样一个分析 就先给大家先分析到这里 先到这样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